其實我告訴你啦 想法是一樣的 你把它怎麼樣 你把它平方 這個平方之後會得到誰 會得到sine的什麼 平方sine 加上兩倍的什麼東西 sine ct cosine ct 再加上cosine平方sine 好 再一次喔 sine平方加cosine平方是多少 1喔 這個是1 然後再加上兩倍的sine cos 是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叫做誰 8分之3 所以你把8分之3把它丟進去對不對 整理一下 這邊會變成1加多少 1加4分之3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叫做4分之多少 4分之7 好 那問題出現喔 通常做到這裡都沒什麼問題 好 讓你猜接下來你們會back什麼康 你們會back康喔 來告訴我back什麼康 來請問你這題答案是4分之7嗎 是嗎 這題答案是不是4分之7 有些人會寫4分之7喔 那為什麼不是4分之7 因為4分之7是你要的答案的平方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你應該知道 你的正確答案應該是sine ct 加上cosc 來告訴我應該會寫什麼 應該會寫什麼 它的平方是4分之7 那它是誰 正負 正負 更號 2分之7 4分之7 對不對 所以它會等於正負 2分之 更號7 好 這裡還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負不合 負不合喔 好大的膽子 你怎麼知道負不合 寫上去 負不合 為什麼 為什麼負得不合 因為兩個都大二0 對 ct是什麼腳 瑞腳 ct是瑞腳 問你sine ct 代表那個點的什麼坐標 y坐標 它當然是正的啊 對不對 這個點在第一項線耶 那我問你cosc 正負的 正的啊 正的啊 所以兩個都是正的 加起來怎麼可能是負的 負的不合 要講清楚喔 你如果沒有講這件事情 你計算體會被扣分喔 你怎麼知道一個東西的平方之後 是7分之7 這個東西一定是2分之7 你要考慮負的情況 但是你要注意負的不合 這樣好不好 所以這題答案是多趟 這題答案是2分之7 沒有問題喔 2分之7應該是這題的答案 我們來看第三小迪 第三小迪 我直接用這個好不好 第三小迪你看我這邊 他問sine的三次方θ 現在改成什麼 減 來你告訴我 這個如果改成減的話 這裡要改成什麼 減 a三方減b三方 這裡應該改成減 然後這裡是a平方 加還是減 加 這邊會變成加 然後再加上v的平方 你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記得對不對 那如果記得的話 這一題就結束了 來你看喔 sine-cos 題目有沒有講是多少 2分之1 這題目的條件 再乘上 來 sine-cos 是誰 1 然後再加上sine-cos 8分之3 就這樣子而已 這種題目就很單調 你待會回去做個幾題 就覺得好無聊喔 所以答案是2分之1 再乘上8分之多少 11 本題答案應該是16分之11 就這樣 這考試會考 因為這個再不考 他應該也沒什麼題目可以考 好不好 這位考 要注意 好 這種題目就這樣 休息 休息 我再講一題 再講一題就下課 好不好 下課就打電話 快要暴斃了 這樣就快暴斃 這個高中生這麼不耐操 我還要有 上數學課你輕鬆不覺得嗎 不覺得 屁 上數學課 你們寧可上數學課 還是公民課 你們自己說 可能寧可上公民課 真的嗎 你不能用這種東西來比較 等一下 我覺得還是上數學課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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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題就好 我再講一題 你翻到195頁 我們把這一題講完 這個題目 這個以前只能算是基礎題 現在竟然放到進階題來囉 來 第九題 這時代真的不一樣 這種題目現在竟然變成進階題 他給你一個圖形 叫你利用這個圖形 這給他兩個站好了 求出tension 22.5度的值 這根本就是一個超簡單的問題 我先畫一個圖喔 閉嘴閉嘴 我把這個題目講完就可以 這個畫一個示意圖就好 這是A 安靜安靜 這是B 這是C 這是豬 好 他說這個幾度 45度 哇你看連圖都給你 這個22.5度 好 然後他要求tension 22.5度 來tension 哎呀 實在不一樣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帶你把這題做完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這題以後就結束了 這個45度 這個90度 來告訴我這個幾度 45度寫上去 這等腰直腳伸腳型 然後再問你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平腳對不對 平腳是幾度 180 這45度 所以這個是幾度 135度 對不對 三角型的內角合不是180嗎 你們國中應該有學過 這個腳加這個腳會是幾度 45 22.5剛好是45的一半 所以這個角度也是幾度 22.5度 對不對 這根本就是國中數學嘛 到目前為止 只是把角度寫出來而已 好 那現在我們不妨來假設一下它的長度 VC的長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們假設叫做 1 1也可以喔 那你說老師 假設成其他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答案 不會 其實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tangion叫做什麼邊分之什麼邊 對 根據我們的那個定義嘛 tangion是0邊分之對邊嘛 所以事實上 你這個三角形 你去做放大縮小 並不會影響到最後的答案 對不對 好 那舉環瑞說 假設這個是1 可以啦 這個是1 那你告訴我這段長度是多少 這是1 這是1 斜邊是多少 更號2 然後等腰 然後你再看喔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是什麼三角形 等腰 所以這是更號2 這一段是多少 更號2 好 這題就結束了 請問你 tangion 對 tangion 來 0邊分之對邊 0邊是誰 更號2加1分之對邊是誰 1 考試我猜你應該不能寫這答案 因為還要做什麼話 有理化 這個做有理化 上下要同成 更號2-1很好 這個有理化大家也是會的對不對 好 所以最後同學你告訴我 這一題答案是誰啊 蛤 蛤 更號2怎麼樣 減1 減1啊 再包背 這不用背啊 對不對 圖有就可以了 可以啦 今天就先這樣吧 這進階題 謝謝各位同學 這進階題啊 謝謝 蘇軒謝謝你